这里是离重庆大约40公里,号称是川东第一镇的巴兰区木洞镇,唐代大师人王维在路过巴霞经明月下时,曾留下著名的诗篇《小型巴霞》。 诗里面描绘的都市就是这个水国洲市的木洞镇,作为重要的水上码头。这里自明清以来,一直是商国名流,南来北往的碧京之路。 这里历经三百年的繁华,因为洞出神木而名满天下。这里也是川东四大名镇之一, 宋代以来就是重庆府八县与福林之间的陆路交通要道,是连接川前的重要集散地,也是重要的水码头。 现在的古镇以木洞河街为中心,分布着我国第一任女大使丁雪松故居和中国近代革命家邹荣的故居。 不知道你们会选择来这里吗?我是月星,咱们下期再见。 有点子,咱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记得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